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今天就一讲黑镜游戏测试 影片开头,男主离家出走,然后就去了世界各地旅行 旅行期间,男主妈妈多次打电话给男主,但男主都直接挂了 这天男主在咖啡厅看到一对情侣秀文海 然后男主就用手机约了一个妹子去酒吧 两人相互熟悉后,就回了妹子家做了羞羞的事 早上起来,妹子给男主做早饭吃,尽管只是简单的面包蘸酱 这时男主妈妈又打电话过来,但男主还是挂了 之后男主说起自己家事,父亲换上了老年痴呆,有时候根本不认识自己 而自己和母亲没什么感情,现在父亲去世了,和母亲也不知道怎么交流 所以选择了逃避,踏上了这次旅行 妹子听后安安了男主,之后男主打算买机票回家 但银行卡突然显示余额不足,男主没钱买票了 想打电话给老妈,但又放弃了 无处可去的男主又来到妹子家门口,妹子好心地收留了他 男主打算用坚持APP赚钱买机票 妹子看了看坚持APP,发现组腾游戏在招募测试者 妹子说这个公司很大,恐怖游戏做得很出名 如果你能拍到他们正研发的游戏,可比当测试者赚得多多了 于是男主来到这家公司,等待时认定了,看着墙上的一幅画 然后测试负责人黑妹逐渐,带男主上了楼 黑妹让男主交出手机,将手机关了 然后两人进入白色测试房间,黑妹让男主签保密协议 可协议竟然没有签名页,于是黑妹出去拿 这次男主趁机开了手机,对着箱子拍了照,发给了妹子 这次黑妹回来,男主赶紧做好,签完字后 黑妹给男主带上了传书装备,给男主boss后面签上了模糊系统 然后开始传输,这时男主手机响了,黑妹看了一下 以为自己忘了关了,也没在意 黑妹先是给男主进行了打地鼠测试 男主可以看到桌子上的3D地鼠,但屏幕外什么都没有 通过出户测试后,黑妹的男主见了公司老板左灯 在房间给男主传输了神经网络包 这个网络包可以兼顾男主的大脑活动 从而知道男主的恐惧点,这是一个用自己大脑下自己的游戏 传输完之后,带男主来到的画中古堡 男主要做的测试就是待在这个古堡中,直到害怕,不敢继续 然后黑妹给男主一个微信耳机,可以全程动画 并且黑妹告诉男主,在这里所看到的都是视听 触碰不到,也不会实质性的伤害到男主 如果男主喊听,就及时退出 之后黑妹离开,男主无聊,坐在椅子上看书 这时地上出现了一个大蜘蛛,男主起身用脚踩了它 抬脚后发现其实什么也没有 之后男主又看到墙上的画 画中窗户后面有个人,转眼间又不见了 这时男主听到屋顶有脚不声,前去扎看 突然,一个黑衣男出现在男主面前,男主吓了一跳 静静一看,这是男主高中时认识的一个恶霸,欺负过男主 不过男主意识到这是假的之后,一点也不怕了 然后男主来厨房找吃的,突然一只人脸打蜘蛛出现 吓了男主一跳,男主一看,那个高中恶霸的脸在蜘蛛头中 也意识到这也是假的 这是男主耳机失灵了,听不到黑妹说话了 而此时,门外语敲门声 男主觉得可能又是什么恐怖的东西 提心吊胆开了门 原来是之前认识的那个妹子 妹子告诉男主有危险 参加公司游戏测试的五个人都失踪了 让男主赶紧离开 但男主怀疑妹子也是假的 可自己竟然能触摸到妹子 然后觉得妹子可能是公司请来的 这也是测试环节之一 可妹子一直说男主有危险,要带男主离开 男主曾问妹子怎么找到自己的 妹子说通过手机定位 但男主说手机已经被他们收起来了 根本不在身上 这时妹子觉得无法说服男主 所以拿起了刀 还说自己在男主睡觉时 复制了男主的银行卡 盗取了钱 让男主注意到这个工作 故意把男主引来这里 然后妹子拿着刀冲男主走过去 男主想离开 可这时那个人脸大支柱张着血润踏口 突然出现 吓了男主一跳 妹子也趁机插了男主一刀 然后扭打了一起 男主拼命反抗,想阻止妹子 但这时,妹子却评成了怪物 原来妹子也是假的 于是男主将妹子插到自己胸口的刀上 妹子死了 眼前这一切也都消失了 自己也并没有受伤 耳机也恢复的正常 男主向黑妹控诉 想退出这个游戏 黑妹则说 要退出 得先到达进入点房间 然后男主才到了这个房间 问黑妹 进入点在哪 这时黑妹说 没有什么进入点 是我们耍你呢 就是要看看你会不会崩溃到 可以绝对服从指令 男主崩溃了 这时房间的门也不见了 然后黑妹继续刺激男主 说是不是忘了自己是谁 男主看了看镜子 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个样子就像男主爸爸和老年吃蛋一样 男主接受不了现在的自己 想用锅里拆除蘑菇系统 这时黑妹和工作人员 急着赶到 阻止了男主 黑妹发现蘑菇系统 已经深入大脑 无法停止了 总能先生表示很抱歉 然后让手下 把男主和其他人放在一起 男主崩溃的喊听 眼前的酒匠就发生了变化 原来男主还在之前的房间 真实时间只过了一秒 之后男主回了家 看到了老妈 老妈也看到了男主 但并不认识他 还说要打电话给自己儿子 男主说自己就在这里 可老妈还是一直说 要打电话给自己儿子 男主崩溃的大叫 原来男主还在一开始的白色房间中 根本没有出去过 可因为此时老妈来了个电话 信号影响了传输系统 男主死了 而真实时间只过了0.04秒 但男主真的死了吗 在男主进入白色房间后 这时时钟显示5.35分 之后签斜一时 签名也没有了 黑妹出去拿 男主偷偷开了机 拍了照片 这时时钟显示5.38分 突然黑妹回来了 这时时钟又再次显示5.35分 所以男主根本没有开机拍照 黑妹也不曾离开过房间 因为如果离开 不可能那么快回来 既然没有开机 那我们就不会出现信号干扰 而在结尾 佐藤问黑妹 没有把手机关上吗 黑妹表示自己关了 可能自己出去时 男主做了什么 这句话印证了 黑妹出去了 男主开机拍照了 也就是说 结尾的事 印证的是男主意想的事 所以结尾也应该是男主意想的 男主应该还在游戏中 或许男主最害怕的是自己死亡吧 好了 今天的讲到这里 喜欢我的简说 谢谢观众哦